突然,一只伯恩山犬冲进来,面对一百多斤的大狗,母猫吓蒙圈了,担心小猫被吃掉。 它叫莱恩,跳上床后好奇地闻着母猫,为了孩子的安全,猫妈妈只能紧紧抱住它们。 莱恩绕到后方,母猫就像石化了一样,面对如此庞然大物,只能祈求不要伤害它的孩子。 莱恩还是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小奶猫,看它好奇又认真的样子,主人也有点担心起来。 说不定把小奶猫当小老鼠吃了呢,猫妈妈全程抱着孩子,用身体挡住,母爱真是伟大呀。 伯恩山犬个头比德木还大,它这一口下去,连母猫都很危险。 莱恩似乎看懂了眼前的一切,眼神瞬间变得温柔起来,坐在旁边盯着小奶猫发呆。 猫妈妈还没消除恐惧,尽力用自己身体护住孩子,并发出猫叫声,希望蝉使官能帮帮它。 没想到坐的月子都不得安宁,母猫心里很清楚,孩子的安全最重要,自己只好低调一点。 其实蝉使官也很不厚道,最早是让德木来探望坐月子的母猫。 当时猫妈妈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了,而且她跟德木过去还有恩怨。 接着又让金毛也来凑热闹,还好金毛是大暖男,没吓到猫妈妈,他们连个伴手里都没带。 其实伯恩山是很温顺的巨型犬,他们不仅喜欢孩子,对待小动物也很有善。 这是她跟几只小奶狗见面的场景。 她的脾气跟金毛很像,个头大但脾气很好。 在她面对一群小奶狗时,就安安静静趴在床上。 小狗似乎也知道她脾气好,还主动过来找她玩,或许莱恩也被小狗蒙翻了吧。 别看她体重快一百斤,但却是她爱撒娇的宝宝。 看到主人抱着小奶狗,她居然生气了,然后像金毛似的演戏刷存在感。 希望主人抱抱她,蝉使官故意不搭理她后,结果莱恩还急眼了。 然后趴了下来,在主人身边撒泼打滚,男主都笑翻了,还真是个大醋缸啊。 蝉使官养了不少宠物,成年的大狗有金毛、德牧、伯恩山犬。 除了德牧不爱争宠撒娇外,金毛跟莱恩可以说是争宠撒娇界的卧龙凤厨,其中最黏人的是莱恩。 金毛跟德牧有时都看不下去,因为太大眼睛了。